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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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彭院士提出的导向随机微分方程理论的奠基性工作 开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其中它既有深刻的数学理论 又有在数学金融中的重要应用 此前彭院士还曾经获得了第十届画罗根数学奖 特别奖等诸多的一些荣誉 并受邀在国际数学奥运会 第26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报告 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大陆的数学家 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2020未来科学大奖 数学以计算机科学奖获奖者 彭时歌院士上台为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有请彭院士 谢谢杜兰的介绍 我看到这个就是科大巡飞的翻译 非常惊人 非常非常 我看它 因为我们讲道向随君温方程 它也可以写导向随君温方程 那么它这个 你看它就翻译回来了 到了道向 这是一个我们国家值得骄傲的 一个真正能应用的产品 我呢 我这个报告呢 题目呢是非常 它是非线性期望 与不确定性原理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界 从很久以前呢 我们的科学家就在追求 追求呢 一些这个 在数学上 特别是数学上 一些非常完美的答案 就像这个 物理理的几何学 大家都学过 是吧 这个 物理理的几何学 它 它 它给出了 什么是线 什么是直线 什么是圆 这些非常基础的 这个形容 那么这个呢 这里边呢 实际上是有理想化 在这里 谁见过真正的直线 没有人见过真正的直线 世界上没有 不存在真正的直线 大家呢 也没有 没有说 谁 谁能 你可以画的 这个用计算计划 或者用什么的画 非常非常圆了 你说这个 但是呢 没有一个人见过 真的 但是大家的心里呢 那自从你学了 这个几何以后呢 你心里呢 总是一个 有一个非常 你说出原来 它就有一个 非常 非常明确 这个明确的一个 直线这个概念 OK 使得你 平常就是真的要是想 想这个 这个 不是那么 这个直线的 那么这个 我们现实世界中 它所有的线 你把这个直线拿来 你用纤维镜一看 它就不是直线 对不对 那么而且 你会发现 其中非常非常 其中非常非常乱 但是呢 科学呢 首先 从完美开始 这种完美呢 不只是从几何上 从数学上 也是从物理上 我们知道 这个 伽利略 牛顿呢 他们研究的 他们研究的呢 就是 就是从这个 非常 就是没有任何摩擦 没有任何这个 风啊 什么的干扰 没有 这种运动 它这个 就是 那么这种 这种呢 也是影响了 这个人类 整个科学的发展 首先把这些 最最理想的情况做好 隔离出所有的干扰 这是 这是不只是数学 物理化学 所有的科学呢 都是 以这种principle 都是用这种原理 来 来 来进行的 我们知道 我们像 讲数学 我刚才问了 这个我们高中同学 也已经 开始学了 那么 学的呢 就是微积分 这个微积分呢 我们知道是 牛顿 Leibniz 发现 我这儿 讲一下 这个 我们搞数学呢 一看一个 一个原理呢 就首先就要 就要说 这谁 发现 谁 把它发明出来 谁把它引出来 这个呢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就是说 尊重原创权 尊重你像 牛顿这样的 大科学家 这个 才能想到 这种怎么样 把这个微积分呢 来 来 来 引入 牛顿 Leibniz 而且呢 牛顿 我们知道 牛顿呢 他不只是 他 他做这个数学呢 他不是为了数学而数学 他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把 这个整个 这个物理世界 整个的这个物理世界呢 想清楚 这个物理世界究竟怎么去 整个这个物理呢 怎么去运行 这个事情 怎么想清楚 特别是 他当时呢 在那一个时代 想 我们想 就 科学的 看到这个 科学发现的时候 要想象 假如我在那一个时代 我能不能做出来 是不是我能够想到 把这个 我能够 做出来 这个 所以 你不要看古人 你像这个 原始社会 那个石器时代 他做得非常简单 你也去想想 如果你是那个时代的人 如果前边没有 任何发现 你自己 是不是能够 你是不是能够想到 做一个 做出一个石器来 这其实并不是太容易的 并不是太容易的 我们呢 现在觉得容易是前人 已经 给我们做出来 那么 这个呢 就是 牛顿 牛顿那个时代呢 一个重要的 就是怎么去 去 去解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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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行星 恒星 这样的运动 怎么去解释 那么他呢 发明微积分 以后 这个方程呢 这个就是 这个 这就是 这就是 这个行星 围绕太阳 就各大行星 围绕太阳 运动的这个方程 他就把这个方程呢 就找到了这个方程 那么这个方程呢 就解决了 当时是震惊了 全世界的科学界 就 就是 突然之间 你能够用 用一种 完全 数学的方法 把 这个 行星的运动 轨道 行星将来往 走到什么地方 都给 都给 这个描述出来 这是非常非常 惊人的 这是惊人的 那么这个呢 引起了 当时的数学 当时的科学界的 一种 一种 这个 一种 这个期望 这种期望呢 就是说 实际上 我只要用 牛顿 莱布希尼茨的 这个微积分 来做出 这样的 微分方程 我就把 整个世界 都算出来 整个世界 不过就是 一点点的原子 OK 这些原子呢 它们之间呢 遵守的规律呢 就是 微分方程 这样的规律 这个我们叫 哈密尔顿系统 什么 这样的 微分方程的规律 这样的规律呢 这种微分方程呢 它是 要给出 你比方说 我们现在 所在的时刻 我们把这个 现在所在的时刻 叫 叫 叫 涕零 然后呢 再把 这个时刻 我们这个世界的 这个 所处的各个点 所处的位置 给出来 微分方程 就是这样 奇妙 它就给你 全部算出 它把这个 整个的 就算出 所以当时呢 一些重要的科学家 像 拉普拉斯 是为代表的 这个科学家呢 就说了 牛顿替我们想到了 怎么去 去预测 精确地预测 我们将来 我们现在能够 做到的时候 我说了 他给我猜出来 是吧 那么 拉普拉斯想到的呢 就是 将来的世界 他都知道 为什么呢 就有这样的方程 OK 这个方程 当然这个方程呢 那就是 要 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方程 做 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温方程 那么 这个呢 这个就是 基础数学的 一个想法 他们 就 想到这个问题 然后呢 就是 来 把这个问题 解决掉 当然了 这个方程呢 这个方程呢 也可以写上 这个形式 那大批的数学家呢 就 投入了 这个研究 那么 但是呢 但是呢 另一个方面呢 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呢 还有一批科学家呢 他们想到的是 这个世界呢 有很多事情呢 实际上是 你 你是猜不出来 OK 你是 你是 没法把它预测到 那么 特别的呢 就是我们看到 有一个 英国 这个植物水家 布朗呢 有一个发现 震度了 这个当时的科学界 就是 他 在纤维镜中 看这个花粉 这个花粉呢 在这个水里的运动呢 是 非常非常不规律的 你不要说 去解释全世界 你就是 这一个花粉的颗粒 放进去以后 叫你猜 没有人能猜得出来 用当时的 所有的手段 都猜不出 这个 这个花粉呢 下一步 要往哪里方向 因为他走的呢 就特别 特别 这个 随机 我们现在叫 称为随机 他走的特别随机 你根本就猜不出 他是 他下一步 往什么地方走 那么这个呢 就是 另一个极端 另一个就是 完全没有次序 完全不可预测 这个极端 这种极端呢 也就引起了 这个 一大批 数学家 物理学家的 这个 兴趣 兴趣 我们知道 这个 包括 安斯坦 安斯坦呢 他 我们知道 安斯坦在1905年的时候 有三项重要的发现 是石破天惊的发现 三项 一个呢 相对论 OK 就说1905年 年轻的安斯坦 就是写出了 这个相对论的 这个狭义相对论的 第一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 这个 这个能够 这个呢 就是 但是呢 他还有 另两篇文章呢 一个呢 是建立了量子力学的基础 第二个呢 就是 他的 布朗运动 因为当时那个时代呢 这个 整个的物理学呢 还不承认 大部分呢 是不承认 这个世界呢 是由原子组成的 OK 这个 当时没有看得见吧 那么 安斯坦呢 就用这种 布朗运动 他观测的布朗运动 来给大家证明 实际上 他这种 不确定性 这种 这种 高度的随机性 是由于 水的 分子的 热运动 所以说 那么现在呢 就有了 这个 就 他就 引进了 他就引进了 这个 布朗运动的 数学方法 布朗运动 实际上是可以用数学 来 把它推导出来 OK 那么 当然了 安斯坦 做的这个 这个布朗运动的 数学理论呢 那数学家看起来 不是数学 说这是物理学 你们做的是物理学 因为数学呢 是要给出 精确的定义 数学和其他 科学的一个 重大的不同呢 是其他科学 都需要实验验证 数学不需要实验验证 我严格地把它定义好了 那么我推导出来 一个数学定义 就像我 推导出 倒向随其温温方程 这个数学定义 那么这个数学定义呢 就在这儿 它就永世不灭了 这个定义 就是这个 倒向随其温温方程的 这个定义 那么 这种严格的定义呢 在数学家看来呢 就是 是必须的 你不能说 你推导出来以后 这个将来还要出问题 那么 这个呢 我们知道有一个 这个美国的天才少年 叫维那 维那 叫维那 这个美国这个天才少年呢 在1923年的时候 就把这个 不让运动的 严格的数学定义 就 就 给出来了 那么 那么 这个 在当时呢 就有一个这样的挑战 不让运动是一个最乱的 最 最不容易预测的一个运动 一种随机运动 那么 不让运动 找出来 我现在呢 首先可以把这个直线 把微分方程 来做的 来 来解释出来了 另一个方面呢 我还可以把这个 不让运动 都做出来 是不是 两者之间呢 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 所谓的随机微分方程 这个随机微分方程 当这个 这个第二项 A这项等于零的时候 那么 就是微分方程 就我们刚才看到的 牛顿的微分方程 那么 但是呢 如果再加上这个呢 它就 就是 就进入了混乱 这个呢 如果 是不让运动呢 我们大家 听到一个名词 叫白噪声 那么 不让运动呢 就是一种白噪声 这个呢 它 它就可以 实现 实现了一个 叫随机微分方程 这个 这种随机微分方程呢 是 当时呢 就成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一个研究领 什么 这种随机微分方程呢 就是说 才能概括 整个世界 你能够描述 这个随机的事情 又能够描述 非常 非随机 非随机的事情 那么 就给出了 这样呢 这样呢 就当时呢 成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研究课题 特别是 在 19 四 几年 那个 那个时代 成了一个 这里边呢 还有一个 非常非常 动人的故事 为了研究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就已经写成电影 已经有电影了 这个电影呢 名字叫 这个 这是法语的 这是法语的 就是 靠 就叫 靠默罗夫方程 是由 这个 年轻的 天才数学家 德布林 在1946年的时候 来写这个 写了 他写这个呢 是在一个 非常非常 极端的环境下 写的 因为我们知道 1940年 那个时候 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 正好 法国和德国 法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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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 写这个呢 就是 也没有什么 打印本 那么他 他就到 这个 在这个 前线 这个 法德 战线的 这个前线呢 买了 一个 一些 研草本 一些 小学生的 研草本 他在这个 小学生的 研草本上呢 就写下了 这篇 这篇文章 的草稿 因为当时 他一个 每天呢 需要站岗 把自己的职责 完成以后 只剩 每天只剩 一个小时 来写 这个 这个研究成果 而且呢 他 他后来感到 感到 他的时间 是不够的 他的 他自我感觉是 他活不过 这年去 他自己就这样 感觉 那么 然后呢 他就把自己的 这个研究成果呢 分存的 就寄到 法国科学院 他寄到 法国科学院 法国科学院 有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任何一个人 他如果感到 他有一个发明 有一个发现 他可以把这个 发明发现呢 写来以后呢 就是 封存到 法国科学院 封存到 法国科学院 就是到 法国科学院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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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他 替他 就是把 写好热期 就封存起来了 这样呢 很多科学家呢 他的 他究竟 当时在 什么时候 确实 他发现了什么 这个发现 有没有优先权 这些东西呢 都可以 都可以做出来 这个非常非常 当时呢 应该能够 当时能够 做到的最好了 他呢 就把这个 就封存到 法国科学院 但是另一个方面呢 我刚才说 都布林 都布林呢 他为什么参军 他并不是说 他一定要 要参军的 他是法国的 数学天才 那么 数学 法国的大数学家 都知道 这个德布林 他得 法国国家博士 是22岁 OK 法国国家博士 要大学毕业 然后硕士毕业 在赌巴尼 才能得到 得到 这个 这个 这个博士学的 那么他呢 但是另一个方面 他又是个坚定的 反纳粹主义者 其实他们家 原来是住在德国 他的父亲 也是一个 反纳粹主义者 他的父亲呢 是 其实比他还有名 你现在到法国 到德国去 你问德布林 这个名字 他们都知道 因为 因为他的父亲 因为他父亲的 这个 是个文学家 那文学家呢 名字会更响一些 那么 他呢 就是誓言 如果法德交战 我就上 上前线 代表法国 反 抗击纳粹 那么 他一定要付前线 而且呢 他说他不会被俘虏的 因为俘虏之前 他要把自己 结束掉 自己的生命 OK 他就给他的 这个战友 就这么说的 那么后来的事实呢 就是德国 入侵法国 我们知道 这个 施如破竹地 把法国给占领 在这个 这个里边呢 他呢 他的那个 他所在的那个营呢 就被德国军队包围了 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 就是1940年6月21日 他呢 就用步枪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个非常非常感人的故事 大家听说过 另一个故事 是美丽心灵 是吧 美丽心灵说的是 这个 这个 美国的数学家 纳什 但是我自己觉得 这个呢 比纳什那个 还要动人 OK 那么而且呢 他结束他的生命以后呢 他的过去的恋人 到处去找他 他的父母 其实也很着急 最后在这个乱障岗里 找到了 并且把他 埋入 这个灵眼 这个呢 对他父母也是个打击 所以说后来呢 他的父母呢 也葬在这 而且呢 我们知道 这个二战之后呢 法国数学家大会 法国开了 整个数学家大会 为 专门为德布林 默爱三分钟 我们知道 这个 因为这是对法国的 沉重的损失 他们 他们少了一个 一个 一个天才 数学家 所以这个 但是呢 这里边呢 又有另一个故事 开始了 就是他有一个 封存件 这个封存件呢 这个 德布林可以拿出来 德布林是本来呢 就可以拿出来 但他 他已经 他已经死了 他死了以后呢 他的至今 可以拿出来 但他至今 并没有去拿去 他至今呢 好像有点 不同意 这个解封 那么一直拖到 2000 60年来 在法国的 这个 这个 就是 开封的 解封的 这个负责解封 这个院士呢 他是他给我讲的 这个 马克耀呢 给我讲 说他们 按照 规定 只能 这个 到 到 这个 2000年 才能 才能 开这个封 最后呢 这个 大家就 这就成了 法国的一个谜了 究竟 天才的德布林 关于刚才那个方程 他做出什么来 这是一个 后来呢 这个 这个 举行 在2000年 能够开封了 就举行了一个 非常庄园隆重的 这个 开封 仪式 并且 委托 马克耀院士 我刚才说了 他 他呢 这个事情 过后呢 我们 我们几个人 吃饭的时候呢 在 在 苏黎市吃饭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故事呢 从头到尾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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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讲了 然后呢 研究 整理 发表 德布林 去世了 但是这个 这个 这个方程 这种方程呢 叫 靠默罗夫方程 或者随机文文方程 这个方程呢 还在发展 特别是 1942年的时候 那么年轻的 日本数学家呢 从数学上 严格的 证明了 这个方程 那么这个方程呢 就叫 你看 这个方程 但这个方程呢 这是一个微分方程 这个微分方程呢 有了一个 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是零时刻 我们在零时刻 给出这个 它的位置 我们就能 这个往前 往前算 也就是说 我们只能算到将来 不能算到 这个 不能 如果我们不能 从将来呢 算到现在 从将来 算到现在 是很重要的 刚才我们在这个 什么上来讲 有一位科学家说 我们这个 未来科学大奖 一百年以后 是吧 你说一百年以后 你说一百年以后 它成了全世界 最重要的奖了 这是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 是放在将来的 是吧 那么放在将来 你可以往后推了 你可以往后算 算到现在 你要能够算到现在 我们需要 什么样的条件 才行 这个呢 不能用这个方程来算 因为这个方程呢 是往将来算的 不是从将来 往现在算的 在数学上 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说呢 这个方程 才是道向的方程 这个方程呢 大体是一百年以后 是吧 一百年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 从那个时候算 一直算到 现在你 你 你现在创造的环境 具备不具备 这样的条件 当然 这是非常复杂的事情 我们 只给方程不行了 你还得给出 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 这个 其他的 数据 才能给出来 那么 那么 那么这个呢 就是 我们当时呢 就把这个算出来 那么究竟这里边 藏着什么秘密呢 就是究竟 这样的方程 对我们来说 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这个后来呢 我们就发现 当时 做出的这个方程 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而且呢 它可以 给出这个 非线性方程 并且给出 非线性方程的 路径节 这些呢 都是 不只是数学家 物理学家呢 也盼望已久 路径节 路径节 为这个呢 有很多 诺贝尔奖 就是来获得 那么怎么去 去往下 做呢 怎么能够 真正的去解决 这样的方程呢 你们 这个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 突破 这个高维的 这个维数的 这个灾难的 这个 这种计算呢 这些呢 都已经成了 这个 很大的 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呢 又在经济界 引起 引起 这个 大家 注意 就是说 经济上来说 那么 从经济学家的 这个角度来说 大家 现在开始用 不让人弄 但是另一个方面呢 要提问题 大家都是认为 不让人弄 是最不确定性的 一个 一个 运动 OK 一种随机 但 事实上 经济学家 就提议 质疑呢 这个 是不是 最随机的过程 不让人弄 就刚才说到 不让人弄 是不是 最随机的过程 我们知道 这个 这个 美国的 美国 芝加哥学派 现在是 最 经济学 经济学 市场经济 经济学的 最重要的 大本营了 他们呢 就说 经济的运动 不能用 不让运动来刻画 为什么呢 因为 它的概率 是 确定的 那么概率不确定 怎么去解决 这个问题呢 又成了一个 新的 新的一个课题 又成了数学的 又成了新的数学问题 那么这种问题呢 这个 去 怎么去解决呢 这个问题呢 就是 我们 就是 这种随机 飞行 期望 我们要 从头做起 做出这个 技不让运动 那么技不让运动呢 才是包含了 概率分布 不确定性 在内的 这种 运动 所以 这种运动呢 就 就给出来 给出 这个 什么 当然了 他 他呢 就是 被 就认为 随机世界的 非欧益率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世界呢 实际上 不是平直的 我们学 我们学几何 这个 我们这个几何呢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呢 说我们这个世界 是平直的 实际上这个世界 并不是平直的 这个世界呢 这个 发现这个世界呢 是弯曲的 那么你就要有 一个弯曲的几何 那弯曲的几何呢 就叫非欧极的几何 而平面几何呢 我们学到平面几何 实际上是一个 平直的几何 OK 这上面 这个弯曲的几何里 也有 也有这个相对的 直线的概念 那样的直线呢 我们把它叫做 侧底线 那么 我们现在说呢 随机世界中 也有 也有非欧几何 也有非欧几何呢 这个非欧几何呢 它的表现呢 就是 我就不再说了 这里面呢 就一些 都是一些 非常重要的表现 这个 这些表现呢 都会在 各个这个科学里 一个 就是不确定科学里 就刚才说到的 不确定性科学里 我们 一个非常非常 基础的工具呢 就是非限性 期望 过去大家都认为 期望是限性 我们 就是给出了 这个 其实最重要的 这个 这个期望 可以是非限性的 而且这个非限 期望的非限性呢 就描述了 这个世界的 它的 这个 不确定规律的 这个 这个不确定大小 那么这个呢 就 把它 写在了 这本书里 谢谢 好 非常感谢 彭院士的 这个精彩演讲 您六部 因为刚才 也注意到 您在这个 探索科学的 问题的过程中 总是有一种 另辟细境的感觉 因为确实 我们也发现 很多的科学家 在处理 很多问题的时候 还是有一种 思维惯性的 而您呢 去走了一个 不寻常的路 所以才有了 这个彭 最大致的原理 那么我也想问一问 听说您很喜欢爬山 那是不是 爬山过程中 也是这个 喜欢走别人 没有走过的路 才会给我们 带来这么多的惊喜呢 爬山呢 其实也是一种 一种这个 它有很大的 不确定性 它的不确定性 就是说 尤其是你这个 山里 有一些密林 这个究竟这个山 它 后边是什么样 这个我们都有一种 好奇心呢 有数学家 一般他都是 这种好奇心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就好奇 这个山 是什么样的 那么有时候呢 一个悬崖 我们爬不上去了 我们就要去想 我怎么克服的 怎么爬得上去 有很多情况下呢 你爬到上面去了 才发现 其实呢 还有更好的方法 但是这个就是 另一种惊喜 所以我觉得这个爬山呢 不仅是给您带来了 一个非常充沛的 一个体力啊 更是精神上的 一种升华 您把这个生活中 和工作中的这个理念 都是容易贯通了 所以这是我们觉得 科学家特别伟大的地方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来了很多 我们对科学家 特别崇拜的 我们学生们 我们也请他们上台 来和我们未来科学大奖的 这个获奖者 彭院士来进行一个对话 好 有请各位伙伴们 同学们一起上台 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彭院士 刚才给我们带来的 精彩的演讲 接下来是青少年对话环节 我们已经请来了 那么五位对话的同学 他们分别是来自 北京市新英才学校 北京四中 北京师范大学 保定实验学校 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 附属小学 北京惠文中学 好 那么我们也用掌声来 欢迎各位给大家 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 从我左手边的小朋友开始 我叫潘宋文岳 我今年十一岁了 我爱弹琴 唱歌 打篮球 谢谢 好 这个十一岁 小学五年级 六年级了 非常腼腆 好 请第二位朋友 大家好 我叫张志志 今年十六岁了 来自北京惠文中学 同时也来自北大A计划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四中的康陈胜 我今年是上高一 然后我也比较喜欢数学 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财中学的关博文 今年十一岁了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保定学院的学校的陆一鸣 我今年十二岁了 是一名初一的学生 看到各位同学们其实都已经非常期待这个时刻的到来 那么我们抓紧时间 先从我们第一位小朋友开始和我们的彭爷爷一起来进行一个对话 好不好 您可以先提第一个问题 您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您又是怎么解决的 这个在我们数学学习甚至是研究的过程中呢 它会碰到很多困难 几乎没有一天不碰到困难 解决好这个问题就等于你爬一段这个山 你爬这个山呢 这个山呢就是总是有比它还要高的山 我从小时候爬山就觉得 爬一个山又有一个更高的山 不只是对自己一个锻炼 而且自己呢开阔了眼界 所以说这个困难呢 是经常会碰到的 所以彭院师我喜欢和大家分享 就是说站在山脚的人看不到山顶的风景 您是不是鼓励我们的同学们 孩子们青少年们能够去不断地去判断一个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峰 看到更远的一个视野 对对 你在更高的地方才能看得更远 而且在更高的地方呢才能看清楚 你所在的山 它是什么样的 你在底下看很神秘 因为全都是给 叫它们挡住了很多 最顶峰的时候 这个看得最清楚 好 请第二位女同学哈 我们这个代表了很多优秀的女孩子 来跟彭爷爷说一说 彭爷爷好 听您说说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 说这个提问题比简难题更加重要 但是我在这个我生活中试了试 就有点挫败地发现 好像提出一个像样的问题 比简难题难多了 想请问您一下 我们这个中学生在日常生活当中 该怎么去培养 或者说提升自己这种 提出问题的能力呢 这个想法本身就很好 就是说自己呢 去学着去提问题 其实呢我们这个提问题是人的天性 我们从孩子开始呢 就老在提问题 老在向大人提问题 我记得我的家长呢 小时候就说你怎么做这么多问题啊 打破砂锅问到底 这个总是问不完的问题 那么但是呢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呢对我后来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你碰事情总要问一个为什么 这种为什么呢有时候是会非常 就是你觉得很荒谬 但是呢它背后它实际上是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当时提出的问题 小学的时候 这个就是经常呢是提出一些挑战的问题 我提出一个最挑战的问题 那个时候呢是在这个读书的时候就碰到我们大家知道呢 我们大家知道一个虚数 大家都学过虚数 那么这个虚数呢就是它自己的平方呢等于负一 大家都说这是非常荒谬的 哪个数它的平方等于负一呢 这个当然不是我提出来 是欧拉提出来 欧拉说呢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我就是把这个给出严格的数学 它给出严格的数学定义 然后呢就能把这个提出来 这个就后来呢就成了一个一大片数学的基础 都这个我就不讲了 但是呢那个时候呢你自己也可以提出一个问题 提出你是说我有个数 它的平方不是等于负一等于一 但它不是一 也不是负一 这个数不是一不是负一 那么是什么 这就是个问题 它就变成一个变成这样一个数 那么我觉得这是有道理 那么就往下推 那么往下推呢就推出这个所谓双区虚数 这个数我给它起个名 新的数叫双区虚数 这个双区虚数呢虚数呢 它这个也有负数 那么就是和这个一样 那么下边呢我就再继续往下 你继续往下走 所以你问问题还可以继续往下走 继续往下走呢就一直走到 安斯坦的侠义相对论 他突然之间告诉你 其实这个问题呢和安斯坦的侠义相对论 我刚才讲到这点 有这个密不可分的关系 所以说这些呢都是说你提问题 而且呢别人给你提问题的时候 你也要不要觉得这个问题呢荒谬 你要仔细往下想 你仔细往下想呢 可能一步之差 一步之差 就会出现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OK 就说自己呢也一定要 不要说家长说 你这问题这个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嘛 那仔细想 仔细看 所以彭源氏提醒我们 时刻要保持一个好奇心 而且呢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有很多惊喜的发现 我觉得这种就是特别强调 我们不能够做一个一知半解的人 这个是很多科学家 非常强调的一个精神 我也觉得是我们年轻人 必须在求学的过程中 需要具备的一个最基础 最强的一个素质 好 请我们第三位小朋友 彭源氏您好 数学呢在很多人看来 是一门比较困难 甚至枯燥的学科 那您认为学好数学 应该具有怎样的素质以及品质 这个问题呢和刚才那个问题 其实有很大的联系 你觉得这个数学是枯燥呢 因为这个数学呢是强加给你的 老师说你不用管 你必须学 必须干什么强加给你 如果你去是从很多事情呢 是你提问 你想到 然后这个后来书上呢 说书上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那就不哭着了 这个事情因为是你提的 因为我们知道你自己提的问题 你觉得特别珍贵 你觉得特别这个 哪怕在想的时候 好像非常土 好像怎么能提这种问题呢 我记得我小时候 就是 就想 就给同伴 你不敢给老师说 老师就说你胡说八道怎么办呢 你就给同伴去问 说这个火箭为什么能上天 说火箭可以 因为它喷出了这些物质 那么喷出物质为什么 这个喷出物质为什么就能上天呢 就是 就给 给这些 我当时我初中的时候 就给高中生提这个问题 他也回答不了 第二天 又和他碰到了 我就给他说 我这个问题终于想明白 这个就是 就等于说打枪呢 你这个子弹打出去 就给你 这个肩膀上一个后座力 这种后座力呢 就使得这个火箭能上天了 就这样一座座上天 因为它速度特别快嘛 这种呢 当然了 后来是学到的 是 它实际上是 有更严格的数学公式在后面 但是 这个呢 就不再枯燥了 因为你在想 是你自己想出来 自己想出来的 哪怕 就是别人看起来很郁昧 很stupid 那完全不一样 我们这个原创性的想法 很多事情呢 就是说 怎么来的 就是说自己要想 自己要把它想出来 不要说我想问题 我提问题 就是显得太 自己太笨 就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所以这个彭院是 跟我们说 一个道理啊 我觉得就是热爱非常重要 你热爱这个事情 其实再大的困难 你都能够度得过去 你也不会觉得很枯燥 很无趣 是吧 所以我觉得在学习过程中 还是要激发起 我们内心的这种热爱 激发起我们这种 学习的兴趣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 现在的孩子 其实特别不容易 那么我知道 很多家长 在辅导孩子的过程中 在小学阶段 都很凶神恶煞地说 这道题你都不会 然后等到初中的时候 就说 这道题你都不会 就声音都小了 因为确实 他们很不容易 然后呢 孩子也提出 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们家长 怎么能够去指引他们 怎么能够给他们 带来很多的解释 这也是给我们提了 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从小的时候 对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 保持很好的兴趣 而且呢 热爱他 找到自己的这个 不断的兴奋点 我觉得这才是 促使你不断往下走的 一个动力 好 我们请 这位关博文小朋友 彭老师 您认为 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 一直保持有一个 举一反三的这种意识 会对我们有益吗 这个问题很好 其实这个举一反三呢 是数学能够发展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数学呢 就是你比方说 刚才我讲到 可以计算太阳 行星围绕太阳 运转的这种规律 这种规律呢 就叫人们去想到 是不是后边呢 就整个这个方法呢 可以用到更 更 更 这个复杂的情况 用到更复杂的情况 那么你就实际上 这个这个呢 就是举一反二 举一反三 举一反一百都可能 那你 你先学举一反二 学会举一反二 再会许举一反三 举一反很多很多 所以这个 这个实际上 就是 学数学呢 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绘整 最后融通 最后这些东西 完全完全 在我看来 就是非常融通 如理 平地 举一反三 很重要 好 我们最后一位小朋友 同学院 您好 我对您的经历 十分好奇 您出生于战火 纷飞的年代 青年时期 想走过体操健将 大学时期 又主修物理 现在又登通了 数学界的巅峰 请问是什么 让您改变了 自己对每个阶段的追求 这就是因为兴趣 初中 当然了 也和我的环境有关系 因为初中的时候 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就是体操少年冠军 当时体操少年冠军 那么他呢 我们俩在一起 他就给我讲体操怎么好 特别吸引人 你们知道 你们儿童时代呢 孩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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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时代 其实呢 最最重要的意见是 同学给 那么那个时候呢 就就开始 就是对体操 特别特别感兴趣 想做运动健将 那么后来呢 就是又 又再和同学讨论了 解起数学题来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那么又开始 对数学感兴趣 那么对数学 对物理这些感兴趣 这些呢 你要最好找一些自己的同伴 和他们去多讨论 多去讨论这些问题 不只是讨论 怎么去玩游戏啊 什么不只是讨论这些 多一些时间去讨论这种问题 而且把自己放到一个 非常非常严肃的经营 创造这样的气氛 甚至和家长 家长也创造这个气氛 和他们考虑 多思考点大事 严肃的事 对吧 少考虑一些 马上就能满足的这些游戏啊 很什么很愉快的那些事 我其实我觉得这个 对孩子们的这个要求 还是挺高的 那么彭院士 其实我也是一名 这个初一孩子的家长 我也很想替我女儿 问您一个问题 因为这也是困惑 我很久的问题啊 就是我昨天在看到 一个新闻报道里面 有一个高中的这个校长 他就说 他说其实如果你在高中阶段 还不能够去找到 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不知道你未来要从事什么 这是对人才的 一个很大的浪费 但其实就是回顾 我们自己的成长历程 还有包括孩子 现在的这个阶段 其实我是觉得 怎么样能够让他 尽快地发现 自己的这个特长 或者自己的爱好 热爱在哪里 然后往这个方向上 更加地集中注意力 来培养他一个兴趣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是很想让 想让您知道 因为我觉得知道 您这个兴趣也很广泛 您有这个爱好爬山 也爱热爱音乐 喜欢艺术 就是说科学和艺术 最后也是相通的 然后您最后怎么走上 这样子的一个 非常高精尖的一个路 是在高中阶段 就已经立下了 这样子的一个 做科学家的一个梦想 所以我想 如果说对现在的孩子 以及对未来的 这些家长们 您可以给一些 什么样的建议 怎么样给他们打开 很多扇的窗户 让他们发现 哪一扇窗户外的风景 是他最喜欢 最向往的 因为现在的孩子 和我们过去成长的 这个背景已经不一样了 他们完全 有各种各样的自由 去从事他们爱的事情 这才是对人才 最好的一个利用 我觉得这个是 很困惑我们的一个问题 你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吗 这是很难的问题 其实很难的问题 你像我自己吧 有一点随机的 在好像在随机的走动 这个你碰到老师呢 有时候老师呢 给你一些鼓励 但是呢 我觉得确实是这种 非常自发的兴趣爱好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就是有幸呢 能够在这种环境下 就是你比方说 我高中的时候 我就开始喜欢 高中大学的数学 但是我正好呢 有机会呢 和我们需要 最好的数学老师呢 去讨论 讨论呢 就能激发自己啊 我是就对这个科学呢 是抱着一种 真正钻研的态度 就是讨论 所以您高中时候 就可以和老师去对话了 就和他对话 而且呢 对话有时候呢 会甚至争论 甚至我这个老师呢 就会有时候说 你要是这样 老师这样想问题 你是学不好数学的 我觉得这种 就是说在非正式的场合下 讨论正式的问题 就是我的一个一个 这样呢 才出现了后来的一些 一些这个想法 因为科学啊 就要我看来 它不一定什么时候 会给你一个发现 这种发现是非常随机的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种发现 但本身呢 又会影响你的后来的 这个 我我我我刚才说的 这个这个发现 后来就使我进了 山东大学树心园医所 就就靠着这个发现 这个就从原来 从远离科学的地方 就进了山东大学 因为因为他们一看 这样好的这个苗子 他们就就就就就 就把我叫过去 叫到山东大学树心园医所 我当时去的时候 暂时了吧 他说你那个时候 说你这么晚 再进入数学 是不是太晚了 那后来也不晚了 只要热爱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不要说你 我我我千万不要给孩子说 说你现在要选不对 将来就没有 没有这个机会了 这个不一定 我现在知道很多科学家的经历 我知道从来不晚了 有一个德国的一个大数学家 我和他聊起来 他根本就不是 他的博士 完全是哲学 他做博士完全是哲学 哲学和数学差得很远了 但现在他这个数学 整个德国都在佩服他的数学 所以这个不同学科之间 它又有相通之处 我看有一个著名的建筑家 安藤忠雄 他原来是作家 就把他对小说的那种想象力 用到了建筑里面 所以他做出来的这个建筑的设计 总是那么巧妙 跟普通人想的就不一样 所以您说的这种 我昨天去看798 798这个艺术中心 看了以后 我说他想问题和我们想问题 还真有非常 他对时间的体会和想象 和我刚才讲 是非常联系非常密切 完全完全不同的两种 殊途同归 其实本质都一样 好的 我们和彭院士的交流 各位同学们 是不是也受到了挺多的启发 我们在彭院士身上 看到了科学钻研的这种精神 看到了热爱 也看到了这种兴趣的广泛性 对一个人的成长 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 追星就追科学家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 青少年朋友们 能够在你们中间 扬起一个热爱科学的 一个精神 也希望在全社会 能够崇尚科学的一个精神 能够蔓延起来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心愿 所以我们也希望 能够用人工智能的技术 帮到大家提高各种各样的 一些学习效率 让你们有更多的时间 去追寻自己内心的梦想 去把你们的热爱变为现实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对话环节呢 就到这里结束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希望明年 未来论坛我们和 科学家对话的这个环节 继续精彩 也希望你们继续关注 未来论坛 关注中国科学的发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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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